現在空汙越來越嚴重 就有廠商發明像這樣的產品 外型就像是個氧氣罩 透過淨化器把空氣放進去之後 戴上去就能吸入新鮮空氣 想捏哪就捏哪 透明管子將循環的乾淨空氣 帶入口罩 嘴巴在裡頭呼吸的髒空氣 再由另一邊黃色過濾器排出 宛容星際大戰的攜帶式口罩 看起來話題性十足 而想更簡單的 還有這兒 就有手掌大的車上濾鏡器 下車還可拔下帶著走 另外看似單薄的口罩 也推出五層式3D立體 第一層放置水氣滲入 第二層火星彈濾布可過濾異味 三四層隔絕粉塵灰塵 第五層則是輕浮質感 光是這一週的抗空汙小物 就賣得下下叫 然後也帶動了整體 包含像是口罩或是清淨金 這類的商品 它效量大概成長超過四倍 圓弧的造型 兩端還有滾金設備 這一款看起來科技感十足的項鍊 其實也是抗空汙小物 實測發現 片2.55可在帶上後 短短的不到五分鐘 將環境的細旋幅為例 大幅降低 就是它會釋放出 超過兩百萬的負離子 然後它的負離子就會吸收 就是空氣中一些不好的物質 然後讓它掉落在地面上 就不會就是附著在 就是臉上之類的 另外像這一款 整個銀色項鍊 搭配了小心胸前配戴器 不說也看不出來是循環濾鏡 如毒氣勢般的空汙鴻海大舉來襲 也讓業者秀出另婆商機 記者林正經 我們台北 採訪報導